戴草帽的婦人 給了黃衣男子 當中一個巴掌 但即使雙方衝突 稍早前 就開始醞釀 一句提告 讓雙方火氣都開始變大 更為了之前 臉書的各種言論 雙方開始翻舊帳 黃衣男最後被消印的三字經 成了衝突爆發的關鍵 原來婦人是當地里長 而黃衣男子 則是當地保育協會的理事長 兩人為了這段 東港西潮州段的合體式做工程 早就在網路發言 有了摩擦 原來保育協會不滿合體工程 有水隸屬低階核專局發包施工 他們曾提供文史資料 作為景觀設計的參考 卻被里長質疑有不當獲利 才會在會堪時 要向里長答面說明 但里長也有話要說 原本是公共工程的看法不同 演變成對人身攻擊的論戰 還從網路變成現實的暴力衝突 如今雙方更提出傷害 及公安侮辱告訴 到底誰對誰錯 恐怕只能透過司法 才能理清真相 TVBS新聞 葉鳳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